因为他也知道我爱聊这一些 以前就爱 怎么会突然就不想要跟他聊这些 那他也没办法再跟我切入一些更深层次的话题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宁萌 那今天呢 我要去赴一场约会 然后吃一顿大餐 那去之前呢 我们来聊一下一个话题 这一个话题呢 其实是有一个朋友问我 就是说来到台湾之后 会渐渐的失去大陆那边的朋友吗 这个朋友问起来的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当下听到是有一点点恍惚的 那因为我自己就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然后我特别特别的就是重视他 那他是我唯一一个16岁到现在还就是一直保持联系 然后会分享自己生活的一个女生 我们之间呢有太多太多的故事 还有牵绊 读书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秘密 然后长大之后呢 他也见证了我的成长 直到我来台湾之前 他还打电话跟我说 他非常非常的舍不得我 因为他也只有我一个十多年认识了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 然后他他跟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真的是揪心 因为他一直在电话里面哭 那前两个月有看到我IG的一些小伙伴们 应该有就是有看到我一片怀念我朋友之类的 那一段时间呢我也是特别的想他 那我也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我们两个可以就是说 称得上是吴雪原的姐妹 因为我们真的是认识了太久太久 然后我们呢也有共同的爱好 我们喜欢追剧 然后也喜欢看娱乐性的新闻 经常就会一起讨论哪个哪个明星啊 又塌方了 哪个哪个明星呢又跟谁结婚了 其实我们聊八卦聊剧啊 就像男生聚在一起 一开始会喜欢就是找一个话题 像喜欢聊游戏嘛 然后再慢慢的切入到生活最近发生了什么变化 但是我来到台湾之后呢 就发现有很多时候就没有办法去看大陆那边的剧 然后他跟我聊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应他 只能跟他说一句啊我没有看过 可能就是说啊我去补习 就是没办法看到 后面呢就是发现我们之间好像越来越没有话题聊了 就一开始大家都是以那个切入点 因为他也知道我爱聊这一些 以前就爱 怎么会突然就不想要跟他聊这些 那他也没办法再跟我切入一些更深层次的话题 可能一开头就被我就是说不知道啊 我没看啊之类的 就很像敷衍 为了避免就是跟他越来越没话聊 我的台湾朋友呢就有给我推荐一个APP 云极光回国加速器 他们也常常就是想要玩大陆的一些王者荣耀啊游戏 然后就要需要就是爬梯子 那云极光这个APP呢它是一个不限时不限速的回国加速器 那有了它之后呢我就经常就会翻回去看一下最近的娱乐新闻 包括就是听歌呀 然后看剧呀 我的宝贝闺蜜 最近跟我分享他和男友要订婚了 那他可以在AppStory还有安卓 也可以前往官方网站进行下载 那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新用户不用注册 只要下载下来就可以免费使用他的路线 那注册呢就可以得到六天的会员体验 会员的网速呢会更快 然后选择的回国路线也会比较多一点 会员账号呢能提供五台设备同时在线 操作上呢也是非常的简单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只要打开App点击启动即可加速回国 那这是我没有启动云即光大陆App 一片的灰暗 就是想看的剧情呢通通都看不到 这是我呢开启云即光之后的App 就可以自由的光看啦 是不是很简单呢 那现在办理的话有90天加送30天的会员 然后360天加送180天的会员 非常的划算 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点击我的说明栏链接 然后下载看看 那回到主题就是我自己本身非常要好的朋友呢 其实不是特别的多 除了这些朋友之外呢 其他朋友会不会就是慢慢的失去联系 我想肯定是会的 因为大家随着年龄的增长 包括就是自己周围的人事物的变换呢 有些人就可能结婚 然后就有些人可能就是已经生了小孩 那有些人呢就是刚交男朋友而已 每个人的一个就是周围经历的一些事情不一样 然后可能就是相互之间聊的话题也会不太一样 渐渐的话就是会有一种那种牛头不对马嘴的感觉 就是多聊几次大家就会觉得大家的一个认知不在一个层面上面 那其实呢这可能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 有距离啊 还有就是我们本身所处的环境啊 然后认识的人都不一样 那有些人会离开 那有些人就会进来 人生就是不可避免的 就是一直在重复这样的一个过程 除非啦就是双方都有非常努力的去维系一个这样的一段关系 就像我有特别的去维系我们这样的一段关系 不然的话一段关系从非常要好到陌生 其实这样的友谊也是蛮可惜的 好现在时间呢也差不多11点半了 然后我有约朋友一起吃午餐 然后这次约的一个午餐的地方呢是酸菜鱼馆 那大家有猜到我约会的这一个朋友是谁吗 好我们一起去菜馆看看咯 那我已经呢到了我们约定的菜馆 就是这个华益郊酸菜鱼馆 那这边吃饭呢是预约制的吗 我们基本上的话就是不是全预约制 就是就会进一客人就是先打电话订餐 原因是因为我们领口有限 啊我们先做一锅就要半小时 半小时 所以我们会进一客人就是先 就是要来用餐的话先到脸书 或是Google 三边去看菜单 那我点的是酸菜鱼和虾的组合 里面还有一些配菜玉米笋啊 然后嗯多加了一份酸菜 哈喽大家有猜到是谁吗 就是莎莎 第二道上的菜是花椒小皮蛋 这真的超大盘耶 这真的超大盘耶 对啊 因为我的头大两倍 大两倍 大两倍 那我们刚刚呢吃完了酸菜鱼 然后我们现在来文化中心这边 嗨 我们换了场地了 现在呢是在卡菲娜 就是文化中心的这一个卡菲娜 那后面就是文化中心的那个书馆 你有来过吗 有啊 我陪女儿在那边看小松鼠 好多小松鼠呢 这边的生态很棒 然后呢就是前面一段说的是 我在大陆的时候 就是跟大陆那边有十几年的朋友的那种交情 那现在呢讲的就是我来到台湾之后 然后像我和莎莎 大家网友也知道我们的结交的整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我们相遇在网路 没有错 就是把网路的情谊转到线下 我们实际上认识呢是从那一次火锅开始 对 因为那个时候她跟CC 刚来台湾没多久 然后我就想说 刚来没多久 不然约他们来再吃个烤肉 烤肉啦 也有点像火锅是在室内烤肉啦 对 然后从此我们就有线下比较多 对 然后基本上每个月呢都会有 就是有相互之间有见面 对 一起去探索高雄的美食 是是是是 吃了好几家餐厅的 然后我想要了解一下就是莎莎在这边台湾 就是怎么去结交一些新的朋友 就是台湾其实有很多新住民 有那个越南的有菲律宾的也有我们大陆的 还有外籍人士 其实他们都是 过一次两位小姐的餐点来 谢谢 谢谢你 哇 好帅啊 这服务员还蛮帅的齁 是啊 好艳熟啊 对 然后就是想说 莎莎你是怎么在这边结交新的朋友 在台湾这么久的话 其实我没什么朋友 我是边缘人 开玩笑啦 哎 来台湾也快两年了嘛 然后我个人觉得 我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去交朋友 但是我会在比如说去学习啊 或者去旅途当中啊 遇到一些比较有缘的人 就可能多聊几句啊 加一个IG啊 加一个Facebook啊 这样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新朋友 像我的话哈 对我来说 家人也算是我的朋友 比如说我老公的表妹 他有四个表妹 对我来说就是四个新的朋友 因为我在大陆的时候 我根本不认识他们 对 来到台湾之后 他们就变成了我的好朋友 就是可以一起去吃饭啊 也可以互相帮衬啊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的话 交朋友 那你们的话 像你跟CCE 还有一些别的Youtuber 像陆沛这一帮的Youtuber 也有一些是有去线下交集 就线下交朋友 最开始在网路上聊几句啊 留个言啊什么的 慢慢的发现 聊着来 那我们就交个朋友 在聊的来的情况下呢 然后住的又近啊 或者是当好有机会 约约啊 这样也对我来说 也是交朋友的一种方式 嗯 那我最近呢 不是有去环岛吗 环岛的话 虽然说也没有交几个蛮好的朋友 但是就是有那种兴趣爱好 自同道合 自同道合吗 是这样讲的吗 是啊 自同道合的人 就是比如说 诶 我去住青旅的时候 嗯 他就很喜欢潜水 然后我们就有聊 他一个台湾女生 嗯 是好像是嘉义的 然后我们就有聊 然后因为我我个人对我来说 潜水也是我未来的规划里的一件事情 但是他他就他跟我聊的时候呢 他就有说他要去绿岛潜水啊 怎么怎么样 就聊很多 我就兴趣就来了 然后我就听他聊了很多 然后我们俩就聊了蛮久了 然后到第二个家退房的时候 他要他离开了嘛 然后我发现我还没有加他的IG 我就想说 啊 我觉得这个人可以当朋友 因为他爱旅游也爱旅游啊 然后他又是在做一件 我还没有去做的事情 对啊 所以我想要看他的潜水性影片呢 或者是怎样 所以我就鼓起人去说 不然我在家跟蓝留个联系方式 会想要就是看看对方的生活是怎么样 对 那现在的话 我看他的限时动态啊 或是贴文啊 我也会按赞啊 可能说是也没有太多的交集 但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新的朋友 嗯 还有一个就是学习啊 比如说 我是学剪辑课啊 那 老师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朋友 我以前心目当中的朋友 是那种就是好朋友好闺蜜啊 像我们以前在大陆结交上学啊 还是在社会外面认识的朋友 就是那种 结交蛮久的 我以前印象当中的朋友是这样 但是我来到台湾之后 哎 毕竟人在台湾嘛 那跟大陆朋友疏远 那是比较常见的事情 对 嗯 其实我们也是蛮难的啦 因为 从 呃 外地嫁过来嘛 要 首先你要融入台湾的环境 对不对啊 那其实你才想着去交朋友 对吧 你要把自己的生活活明白了 你才会去扩大自己的圈子 没有错 所以对我们说慢慢来不要着急 对没有对 那 其实交朋友途径有非常非常的多 兴趣啊爱好啊还有像沙沙说的 从家人的朋友开始也是一种途径 像我老公的朋友也是慢慢的有拓展开来 对对相互了解 忘了说 嗯 还有我老公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 对啊 嗯 但是我觉得朋友不必再多 嗯 对 在于精 对在于精 合适最好 对 聊得来啦主要是 对啊对 嗯 主要是维系感情的一种方式 是朋友之间就是蛮重要的一个步骤啦 好那这期的影片呢就到这里 喜欢你们的话就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订阅我们的沙沙 好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